非常危险的画面出现在桃园中立龙岗地下道 这辆汽车跨越双黄线逆向超车 过程当中擦撞到好几辆汽车 夸张行径全部都被拍了下来 好几台车在地下道行驶 没想到下一秒意外发生了 一辆汽车横冲直撞从左后方高速行驶 跨越双黄线逆向超车 对象汽车警觉有意马上放慢速度才没有酿成意外 慢动作再看一次过程中 肇事驾驶连续违规就算了 还钻车阵一连擦撞一台两台三台汽车 而且事后就像开外挂继续落跑 事发13号下午4点左右 中立龙岗地下道往中立国小方向 离谱过程全被行车记录器拍下来 那个地方不是一般道路 那个是自然于死地的一个方式 影片在网络上曝光 许多人看了直呼夸张 甚至怀疑肇事驾驶不是酒驾 那就是课药难道要赶着投胎吗 警方将依法举罚最高处3000元罚还 驾驶后续还得面临事故赔偿 但到底出什么大事让驾驶玩命逆向 原因还得交由警方理清 记者林珠强团然报道 感谢关键 感谢关键